体坛动向 比小罗好 新浪体育报道说 在谈到绯闻外援 罗纳尔迪尼奥时 陈金刚说 泰达不会引进这位 前世界足球先生 罗纳尔迪尼奥 岁数特别大了 你能让他来吗 他跑不动 名声载起不了作用 那个不行 那个都退了 你们说那个人 他在墨西哥踢球 他已经不踢了 哪个队都不可能要他 但我们也有好的队员 比他还好的队员 陈金刚透露了 自己上个月 曾经到欧洲考察外援 他说 我今年出去比较多 我上个月又出去一趟 去了八个国家 我在欧洲待的时间多一点 因为南美好的球员 都在欧洲 看了一些非常好的球员 其实内援外援计划 我们做得非常详细 我们比较慎重 不是说我们有了钱就花 陈金刚对泰达亚外 普拉利干吉评价很高 这个队员我们非常喜欢 他跟我们俱乐部有一个补充协议 这个队员来了以后跟我们接触 他非常喜欢泰达俱乐部 估计你让他走 他都可能不会走了 他非常喜欢这个队的氛围 热爱这个队 到现在没有欧洲球队要他的消息 陈金刚认为 外援乔丹吉尔不适合中超 其实当时我们看上的是另外一个欧洲的球员 但是迟迟没有来 他比瓦伦西亚踢球聪明 但他这种踢法不适合中超 他踢球特别爱迟钝 没有连续性 我们也在想办法换他还是换别人 我们也在考虑当中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超两次转会期 陈金刚表示 这次转会我们只能强调一个非亚裔的 一个亚裔的 我们的边路不行 我们还发现一些外援的问题 它的数据明显的下降 威胁明显的减弱 那怎么办 你也做好这种换的准备 但是这又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要冒一个很大的风险 换谁 有些东西我们要用数据说话 据搜狐体育和体坛周报报道说 国安可能会将费祖拉乌租出 腾出一个外援的名额给新员 德阳的前途同样难料 如果他接下来有出色的巴挥 国安将留用德阳担任替补 如果德阳发挥频频 国安可能会对他进行清洗 引进一位高水平的边缘 据悉 国安已经收到了多位球员的资料 其中还有意大利国角级别的球星 身价达到七八百万美元 甚至更高 一旦国安成功引进这样的大牌球星 也将刷新对时引员的身价记录 如果国安选择换掉两名外援 那么预算至少将达到一千五百万美元 穆里奇在恒大期间明满天下 中超最佳射手 亚冠最佳射手 中国足球先生 亚冠最佳外援等荣誉 急于一身 恒大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王朝 穆里奇做出了颇为突出的贡献 2014赛季中期 穆里奇以八百万美元的转会费 加盟卡塔尔的阿尔萨德队 但是穆里奇在阿尔萨德队的征程 并不成功 还饱受伤病困扰 不过在2015年3月 伤愈复出以后 穆里奇的状态明显回升 11场比赛攻入7球 展现出了颇高的效率 据悉已经有经纪人 将穆里奇的资料 递交给国安俱乐部 他也有望加盟御林军 同中国足球再寄前沿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 体谈动向 感谢收听